有了李玉勋借给他的钱 江流石立刻就开始了采购行动 一些在网上买不到的东西 他还专门跑去市场上去买 最坑爹的是其中一个材料 连市场上都没有 最后还是他跑到一个气派厂去收购的 原本老板不肯卖 最后还是江流石直接咬牙的原价值上又加了500 才算搞大了手 还是二手的 临走时看到那老板搓了搓手指 仔细数钱的样子 江流石也是默默的摇了摇头 这老板并不是不想卖 而是想卖的高价 现在他赚到了这500 很高兴 等到一个星期之后的现在 他就会发现钱到时候并没有什么用 总共花了三天的时间 所有的材料通通刀刀手了 在中巴车之内堆满了过道和座椅 最后当最后一件材料放进去时 江流石感觉心里一块大石放下了 总算是赶上了 这三天来 他东奔西跑 几乎将整个江北城都跑遍了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改装 所以需要的材料实在是太杂 太多了 几乎是涉及到了方方面面 同时 江流石也留意着新闻和江北城的动态 他发现 果然和自己所想的一样 出现在新闻上的大脑越来越少了 街道上虽然一切还是如常的样子 但是他却感觉有种按流涌动的感觉 开始吧 江流石将所有的窗帘都拉上来 然后坐到了驾驶座上 平稳了一下呼吸 双手握住了方向盘 顺时 中巴车的结构清晰地投影在他的脑海之中 感觉就像是他多出了一只用来扫描中巴车的特殊眼睛一样 他看到那里 中巴车的哪一部分数据就立刻浮现了出来 而中巴车的总体状态则是 基地车 普通型 带改装 检测到材料已经取决 是否开始改装 江流石在脑海之中默默念了一声 改装 改装开始 改装完成时间72小时后 现在开始倒数计时 改装完成之前 该车辆无法行驶 改装内容包括 江流石只感觉手中的方向盘 像是突然一下子多出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仿佛自己也在微微的震动 改装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江流石也不可能一直在车内盯着看 他只好好奇地坐在了驾驶座上 看了一会之后 发现那些材料 隔一会儿便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些 除此之外 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之后 他便从车上下去了 江流石站在外面看着 发现看不出什么泥端 就放心地回家了 一打开门 迎面几乎就是快被堆到门口的各种物资 这是三天来送来送来的 送货的快递员 看江流石的眼神都有些古怪了 不过江流石才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 就算是诡异 也不可能联系到他的真实用途 这三天 江流石再也没去过学校 都末日了 还上什么学 现在中巴车开始改装了 江流石也没闲站 他一边用手机不停地给妹妹打了电话 一边在网上查询着各种生存常识 包括野外求生和简单的急救知识 以及一些常性病吃什么药 还有周边的地图 江流石还专门将全国的地图都下载了平板内 就算没有网也可以使用 地图内几乎标明了所有的点 从小店铺到各大商场 从国道到乙乡村公路都清清楚楚 为了这份地图 他还花了好几百 毕竟那种免费的地图软件上可没有这么刑期 江流石不知道自己能够准备到什么地步 但凡是帖子上提到的 让他觉得有用的 还有他自己能够想到的 他都在准备的 如今 钱花得差不多了 江流石的准备也基本完成了 滴滴滴 电话声小提 江流石赶忙看去 一看到莱迪 顿谁摟出了惊喜的表情 他只要一有空 就不停地给妹妹打电话 却一直显示关机状态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 喂 喂 哥 你什么事要这么急 我才刚下车 我跟你说 这次去考察 可自己了 我们去了一个有洞藏习俗的山村 江珠盈 你现在先不要说话 先听我说 江流石打断了妹妹 有些俏皮的话语 大声地说道 大哥听出了江流石语气中的言诵 江珠盈 也是感觉哥哥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立刻就收起了笑声 轻声说道 哥 你说 不过江流石随其又冷静了下来 恐慌之后传染给江珠盈 他问道 小盈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学校 刚跟考察队的同学 还有老师分开 正准备回宿舍 手机没电了 还是在车上冲了一点 才开机 看到哥哥你留的短信 江珠盈 虽然比较调皮 但是 只要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就立马变得乖巧 听话了起来 并且思路很清极 语速很快 将自己现在的情况 完全说明白了 虽然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江流石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父母早亡之后 就一直都是江流石在照顾他 江珠盈 平时就会跟江流石闹闹别扭 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他都会无条件的听从江流石的 把江流石当做主心骨 你现在不用回心事了 立刻订飞机票 飞回来 江流石说道 好的 哥哥你等等 过了一会儿 江珠盈的声音再次响起 哥 没票了 明天呢 后天呢 实在不行 你转机 不管花多少钱 江流石说道 没有 都没有了 江珠盈说道 什么 都没有了 江流石一愣 他忽然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江流石 劈里啪啦的在键盘上一阵敲击 打开了购买机票的网站 随便搜索了一个城市 又是一个城市 江流石 接连搜索下去 心不断的下沉 未来三天里 所有的飞机票 居然已经全卖完了 不管是从哪里 到哪里的 但凡能够购买的飞机票 只要是末日以后 来到这里的 这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巧合 哥 要不然我买三天后的吧 江珠盈问道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江流石说道 江珠盈似乎不太明白 为什么只是晚了一天 就没有意义 但是他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想了想之后说道 火车 要不然我订火车票吧 江流石守在键板上 敲针了两下 然后语气低沉地说道 不用了 火车票也买不到了 未来三天的火车票 已经全部受空 哥 你等等 我去汽车站问问 或者可以包个车 江珠盈说 不用了 江流石说道 首先 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其次 就算是道路可以正常地行驶 江珠盈回来 也得两天多的时间 再上火车 飞机全部都瘫痪 路上堵车 可能性会非常大 如果到时候 恰巧盖上堵车 江珠盈就必死无疑了 不用了 江流石又说了一次 江珠盈感觉到 江流石的语气似乎有些奇怪 听得他都有些慌慌的 消音 你现在要听哥哥说好的每一句话 江流石说 你不要回宿舍 去找一个人不多的地方 酒店 公寓 什么 出租屋也好 让那种防盗性很好的 住得隐蔽一点 然后尽可能地去多买些 饮用水 药品 食品 把手机的充电电 多出十几个充电宝 虽然不知道 到时候手机还有没有用 记住 繁锁上门 不要在外出 等着我 一定要等着我 一定 江流石 重复道 消音 末日 就要到了 消音 药 词 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